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 這個天氣有變化 所以我感冒了 然後感冒的症狀正好反應就是在喉嚨 這次好像很多人渴嗖對不對 所以待會我在上課的時候 可能我也會有時候突然渴嗖 然后有时候可能必须要痛苦的等一下子 让我的这个喉咙恢复 所以假设待会有这种状况 要请同学包含一下 看得出这什么字吗 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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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知 知 知 可能跟我說不要上了 這年頭的小朋友 性別你沒聽過多元成家嗎 還談性別幹什麼 然後另外 就會有個聲音說還是要上 還是要上 這個多元成家裡面有這麼多 值得我們去討論的議題 或者是說有這樣的一個法令 即便它通過了也不代表 這個它是一個變成普世的一個 大家的這個共同認可的一個 這個價值或者是意識形態 所以要上要上要上 然後他們就會在這邊吵一吵去 然後我就會覺得痛苦啊痛苦 其實就是前面這個交代一下 那在談這個性別議題的時候 我曾經在不同場所 跟不同的對象 這個談過性別議題這個玩意兒 跟藝術到底有沒有關係 那其實談性別議題 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談 也就是說不同的學們 都可以在它的學們 看到跟性別議題交織之後 這個學們應該有了一些反應 或是應該有了一些回應 那但是性別議題是每一個人 身上都會看到的一個這個面向 所以它是一個其實共鳴程度也非常 有可能很大 但是也有可能這個共鳴程度是非常 互相的一個這樣的一個議題 或者在不同的場所談性別議題 有時候會覺得會有一些不一樣的眼光 有些人會說什麼年代了還談性別議題 八成無必生疑 那無盡生疑意思就是沒事找茬嘛對不對 好端端的 世上本無事 庸人自擾之 那庸人自擾 或者有些就會有一些奇怪的眼光 在學校裡面可能還好 有時候在外面面對廣大的社會人士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碰到一些眼光 譬如說他們就會有點小小的暧昧的說 老師你八成還沒結婚吧 多半是沒結婚不一定是老處女 但是通常是個老女人 然後一定是有某種問題的老女人 所以你有問題才會談性別議題 或者說你結婚了 好好那你八成你是不是沒有辦法生育啊 所以你有問題 或者說你是不是跟先生的關係有問題啊 那我通常就會說 這個還好啦 這個小綠子不才 要一個禮拜大概炒飯兩次 這樣算標準嗎 然後就把對方的嘴巴堵住 然後通常像這種狀況之下 他們就可以冷靜想想看 到底性別議題跟個性的關係是什麼東西 OK 那性別議題 有些人就會這樣說 這個老師一定是有點問題 總之談性別議題就是一定有點問題的人 才會談性別議題 要不然你可能是同志族群 要不然你可能是異性年環境裡面 找不到異性那個人的那一半 各位覺得呢 這個人是誰啊 有說服力嗎 就說你是不是家暴下面的這個產物 其實這個是我是沒錯啦 但是這是浪漫的想像 就在某一年萬聖節 然後去一個餐廳吃飯 然後那個餐廳他那天就是 你來吃飯我就幫你化妝 他們就找這個化妝師 我想化成什麼呢 我想啊 不然啊化成這個樣子好了 是不是有點無聊 對不對 真的是無聊對不對 但是這樣無聊的事情 在真實的生活社會上映 也就是說 這個我剛剛 我的那樣的行為 的確是這個浪漫的想像 說來也並不浪漫 只是想感受一下那樣的想像 因為有些 這個的確有些行動 行為藝術家也會用這樣的方式 把身體 然後跟外面的互動等等 做他的這個展演的這種方式 但是我的確是在生活裡面看到 有這樣子的狀況 我想在座各位可能生活裡面 也會有這樣的例子 所以到底呢 這個性別意識形態 或者是女性主義 或者是性別議題 不論你有什麼樣的名稱 說服它 它到底是不是要被我們 在當代再來講一講 我不知道你聽聽看 那所以今天要來跟大家講的 這個單元 會有包含著我的性別意識形態的 這種想法 也會包含著在藝術界裡面 藝術的氛圍 或是廣大的視覺文化的現象裡面 到底跟性別這個議題 產生交融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麼去看它 可是這個意識形態這個玩意兒 這個它有時候就是個人的想法 主觀的看法 你可能會覺得這個趙惠玲 他在講話的時候有很多的偏見 我承認是事實 然後也會有很多的 我自己的這個限制 沒錯 我的思想是很侷限的 也會有我自己很多的 這個不能說服人的地方 也的確 然後尤其當我在講這個 性別議題的時候 你可能覺得我太亢奮 那就很抱歉了 請你這個大致上多加以包含 多加以海涵 那你在裡面說 那個裡面被綁架那個 曾經年輕也漂沛過的那個 那個男主角之一 他說 30歲以前你不是左派啊 你沒有靈魂 你就沒有那種 為了社會正義 然後去爭執 然後去上街頭 這樣一個熱血血的 熱騰騰的精神 但是問題是 你30歲以後還是左派 你就是沒有大腦 因為你要養家活靠了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 這個作為 這個象牙塔中的知識分子 我覺得我其實 這個沒有什麼 30歲的分野 也就是說 基本上我目前 大概除非我 昨天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那不然的話 我基本上 大概就是這樣子 安穩的 在這個 這個公立大學 如果這樣的話 不是太乏味了嗎 太單調了嗎 我就覺得我沒有什麼 權力說這個 30歲以前或30歲以後 所以我覺得 而且我覺得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 偏見是我存在的價值 所以應該要 把我的偏見說出來 因為我的偏見 你可以校正我的偏見 但你不對我校正 你會校正在自己 腦海中的想法 那性別議題這玩意兒 還有點有趣的地方 它基本上不是知識 OK 可以跟你說 女性主義家 有些誰誰誰誰誰 但那其實意義不大 如果說你自己 沒有這個內涵在腦海裡面 你沒有這個 自己的性別意識 然後你沒有這個 性別議題的認同度 或者呢 你沒有這個 性別議題的敏感度 其實你聽再多也是白搭 所以性別議題 跟一般知識性的東西 它不太一樣 它是一個內在的 需要內化的東西 你如果沒有在內在裡面 去想它 你沒有拒練出 這樣的一個性別意識形態 那其實這樣的一個東西 你大概聽了 對你的意義 可能不一定有那麼的大 而且呢 還有就是性別意識形態 是一種意識形態 那我自己覺得 這個意識形態這個玩意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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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我覺得它無對錯啦 OK 所以這個每個人都有權利嘛 去思考自己的立身 這個處事的一些價值觀等等 所以總而言而總之 真打下去的意思就是 偏頗之處 你就一切海涵 OK 那有些同學呢 在聽完我講這些 或是有時候在課堂上 聽我講一些的時候 有些同學跟我說 這個你啊 非常的大女人意識 有大男人意識 顯然有大女人意識 那我自己也曾思考過 如果說我有的話 我的這個東西哪裡來的 那我自己思考之後 我有一些來源 可以給你做參考 那各位可以想想看 你的性別意識形態 從哪裡來 被什麼形塑 然後是什麼樣的一個內涵 你可以想想看 我覺得我自己是這樣子的 這個 我是這個 我家裡有這個兄弟 但是我覺得我從小 我覺得我的這個家人 尤其我的父親 他這個 他非常認為 這個我跟兄弟一樣 然後這個 不因我的這個性別 而認為我應該被 教養的不一樣 或者在學業上 應該有一些這個差別 那即便在我婚後 我覺得這個 我的父親 也非常的支持我 這個 忘記我的性別 或忘記 在嫁娶婚姻的這種制度之下 這個媳婦啦 妻子啦 的一些社會上認為 你應該負擔的責任 並不是說你不用負擔責任 但是不要被他綁住 那他總是認為 我應該努力的去追求自己 OK 自己的這個 能夠做到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這個部分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支持 OK 那我覺得 我自己來追求的話 我覺得是這個部分 提供給各位 做參考 您的性別意識 哪裡來的 那為什麼前面會說 到底要不要講 因為在今天 這個性別相關議題 在台灣差不多是70年代前後 然後開始被討論 那這個前副總統 女秀蓮 她大概就是民國70年代前後 在台灣倡導性別議題 女性主義的一個先驅者之一 那到現在三四十年過去 尤其是各位是九年一貫制度的 九年一貫教改之下的產物 其實對於性別議題 一點都不陌生 對不對 那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有些人說 女性主義還談她幹嘛 她的這個 就像這個 各位所看到的莫緣一樣 過氣了 沉澱了 禁止了 那是不是真是如此呢 有可能 尤其在台灣 台灣其實這個 性別權利指數有相當不錯的位置 相較於一些其他的國家 相較於 所以當然在我們前面的國家 還是大有 對不對 大有這個其他的這個文化地區在 所以在台灣 大概有些人就會覺得 的確台灣談性別議題 沒有什麼意涵 台灣要做什麼 大致上都還OK 對不對 我們的社會氛圍 環境裡面 是一個大致上性別是 開放的這樣一個氛圍 對不對 像這個台灣男人最不大男人 那要比你看 對不對 這個比起其他國家 我們的大男人好像 又好像還有一點空間 譬如相較於其他國家 我們的國家 男生起陰陰家 顯然就在少少數 那有些國家就不盡然 是如此 對不對 所以這是比較而來的 那跟有一些這個 我們現在雖然有多元成家 這跟有一些文化圈比 我們似乎還有一點 往前再看的這種可能 那就是早先 這個當現在連亞洲地區 泰國、韓國都有女性總理 早先當這個芬蘭第一位 女性總理這個產出的時候 的確喔 北歐就有男孩問他的母親說 媽媽 那這樣子我們的總理是女生喔 那這樣我長大可以當總理嗎 就好像台灣 我們看都是男總統 媽媽 我長大之後也可以 我爸爸我長大之後也可以當總統嗎 那有一天如果台灣變成 台灣男孩說 媽媽我長大也可以當總統嗎 那台灣可能 這個談女性主義就沒有什麼 不一定有那麼大的一個這種意義了 也許 然後這個是在2013年的時候 商業中刊 他們內齊的這個封面是這樣子 然後這是一個女字對不對 這象徵於這個法律的這樣的一個 這個 這個叫什麼東西的 這個放這個地方 然後它的標題是 他們攻上男人權利與財富的山頭 我覺得這句話其實很難人尋味 也就是說 為什麼不是他們攻上女人權利與財富的山頭 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就這樣看 似乎還有段距離要走 甚至這把斧頭我覺得也不怎麼樣 我覺得應該用這個 假設有些像這個 哇這個 犀利的很 銳利的很 也許就不錯了 OK 那當然跟其他文化圈比還是有很大的這個 我們還是有相當大的這個優勢 跟各位分享過嘛 當我在這個沙烏利阿拉伯 然後穿上這一身衣服 尤其在戴上這個面紗之後 我切切的深深的感覺到 哇衣服對女性的這種 這種包 這種 這個整個的 一個限制 然後對女生身上的一種 這個等於是這種 這種 肩徑 我覺得是非常的那種強大的 那我之前給各位看過對不對 那各位大概也看過像這類圖片 在不同的文化圈 女生的身體該怎麼樣的去 這個在鋪在公眾面前 然後該可以參與什麼樣的活動 有很大的限制 那比較多不同的文化圈 那不得不說 真的在台灣說起來 這是女生的天堂 這不在話下 對不對 在台灣 這我們 就性別而言 其實我們受到了一個這個監製 在表象說起來 其實是比起很多的文化圈好得多 所以真的我覺得身為女性 在台灣是真的很幸福 我相信還蠻多人會有這樣的一個看法 所以在台灣 但女性主義很可能過氣了 你說嘛 901冠開始在談 有女性的文化地標 然後各個領域 姐妹積極出頭天 在各個領域都有這種狀況 然後現在呢 高中女生也可以請產假 《性品法》 93年就通過了 然後有辣妹八家醬 然後有女主祭 有一位女性主義者 在她的家族裡面 她終於成功的徵情到 走入祠堂 代表她的家族 然後進行女主祭 這也位為社會新聞 這是在台灣 當然這十來年之間 的確我覺得 對於性別平權這個部分 我覺得有非常努力的 有努力的這樣子去落實 的確看到一些改變 這就是蕭昭君 這位女士 代表她的蕭家 然後她自己成為女主祭 這是真的是一個非常大的改變 對於這樣的一個保守的 以男性為主的這個宗族來講 那台灣每一年都有同安節 大家不會太陌生 對不對 然後台灣相較於 其中的這個文化圈 台灣對於同志的能見度 可接受度 也的確有相當不錯的 這樣的一個展現 尤其在有一些 像加拿大前一兩年 還有這個就是現在 就是剛剛就這一兩年 你隨時去查 在這個美加這些地區 都有這個學齡的 青春期的這個男生女生 因為自己的性別認同 而遭受到這個不當的對待 或是自殺的大友人在 包含在大學階段 所以比起來 台灣還真的有這種狀況 OK 大概別的這個國家 這個北京2008年 就是大概連續幾年 這個最佳的狀言是女生 而且呢 在西方 很多名校的男生錄取率結結下滑 然後校方就可以擔心 是不是學習跟考試的方式 不利男生 我覺得看這個還真的很有趣 因為就在沒多久以前 甚至他們這個 這個沒多久 這個大概一二十年以前 但是女校 這些名校 女生錄取率低落 然後校長們會擔心 是不是學習的方式 不利女生 所以代表這些東西 是後天演化的 那代表女性 真的在某些地方 也許在學習 也許在某一些專注力上 可能在當代 看到的確會對另外一個大性別 有這樣的一個威脅的狀況 所以還要談女性主義幹嘛呢 好像似乎真的不是很有意義對不對 我們再來看政治場域 這個家伙不知道他是不是 但是武則天長的 的確以這張圖片來講 長得很秀妹 然後這是誰 這是誰 這是誰 宋美玲 接下來應該出現誰 我不是呢 接下來應該出現誰 鍾美欣不應該出現啦 鍾美欣她不是不管政治嗎 不干預這個嗎 對不對 也不是我也是我啦 小英嘛 對不對 這是我自己的這個啦 但是當然各位有各位的看法 對不對 那身為女性呢 在台灣真的還不錯 對不對 政治啦等等方面 尤其呢我們來比較 接下來一系列 在台灣身為女性 跟不同的文化圈比較起來 我們的優勢在哪裡 OK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這個叫趙袍樂團 大概八成沒有 這個在這個早期 這個早些年 這個二十世紀 二十一世紀之交 在這個阿富汗出現了一個女子樂團 由三個人組成 叫做趙袍樂團 因為他們必須要穿成這個樣子 在公眾場所 你就必須要這個樣子 而且在公眾場所 你本來是不能這樣的表演啦 這個又做這樣的一個 這個離經叛道的這個舉措 但是因為當時 這個因為有這個回教的這種戰爭戰 所以阿富汗突然一陣子 有這種開放的趨勢 所以呢他們就成立了趙袍樂團 然後唱了有很多的這個演出 不多啦 有一些演出 你覺得這樣子很好笑 可是對他們來說 他們其實很努力 很努力已經在表演這個自己 然後他們這個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其實YouTube就可以找到 他們演唱的這個狀況 所以他們的很多的表演 你只不過就上上下下 蹲一蹲章 右左搖右擺動一動 但是好險不長 這是他的這個歌詞之一 這個好像2003年吧 他們的這個演出 第一次分開演出 然後就遭受到回教激進分子的這個槍擊 印象中其中至少有一個人好像就沒有生命了 這個所以相較起來 相較這個趙袍樂團 咱們的台灣的哪有這種問題對不對 這個不老的SHE樂團 OK 還有我們這個什麼黑社會啦 或像這個各位曉得啦 對不對 然後這比較起來 台灣真的贊到不行 這三位包含其中 因為我們的這個本校的這個畢業生 我覺得他們大概可以到這麼老還 活躍在舞台上 照這樣看起來 因為他們的粉絲就跟他們一起成長 一起老去 所以當他們老去的時候 粉絲也老去 粉絲仍然需要他們的偶像崇拜 滿足 被滿足 OK 好再來看看 這給他們兩個讚 三個讚一人一顆 OK 好再來看看 這是發生在阿富汗這個地區 這個 在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文化圈 對於先生可以怎麼樣管理老婆 然後有不同的規定 那據說啦 在阿拉伯地區 只要你那個好像法律規定 只要男生打這個 打妻子的這個棍子 不要比拇指頭粗 你就是可以打的 OK 女性就是財產之一 所以我怎麼樣管理我的財產 那是隨便的 所以這個就是在這個阿富汗街頭 女性當街 被這樣子鞭打的樣貌 然後這個放出來 讓各位看一看 看的原因是因為 你還要聽到那個棍子打到肉上面 那種啪啪啪啪的聲音 你才可能會有比較多的感覺 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有聽到嗎 有聽到被鞭打的聲音嗎 應該有嘛對不對 應該還 應該還蠻痛的吧 我猜 所以比較起來在台灣 偶爾還是有一些家暴事件 但那算什麼呢 比較起來對不對 雖然我們的家暴事件很有趣 不因為性別議題 性別教育這樣的推展 然後有這個下降趨勢 反而有升高 那可能有些專家說 那可能就是以前都是被隱匿的 然後現在曝光了的原因 然後這個是在2005年 有個非常特殊的家暴事件 這個家暴事件是這個先生 然後這個他決定要給他點顏色看看 那先生可能以前書法 然後轉科學的還不錯 所以他用刺青的方式 在他的太太的身上 胸上 刺上這些辱罵的文字 OK 這邊都是不同的不同的 不同的這個家暴事件 每天都 每天你要努力去休息的話 可能多半都會看到 女大哥 不得了 這位女大哥 在這個 應該就是前兩年的行為 然後她是黑社會的大姐大 連續當眾奸營小弟弟 小弟 然後被捕 然後她 這個 這所謂的連續 也不過八天內兩次而已 你看這真的很少對不對 八中內兩次當眾 然後就被控告 然後被抓 然後這個小弟呢 這個小弟在大姐 被抓以後 小弟就說 我真的是恨她一百分 我脫離她的魔掌以後 我一想起自己遭到她 當眾性侵 我就很痛苦 那現在我對異性幾乎沒有反應 好像有性障礙 我看了以後 真的是一局同情之類 可是我反過來又想 所以就送給她一個讚 送給這個大姐一個讚好了 可是我在想 反過來的話 如果是這個女生 對不對 如果是這個黑社會大哥 然後性侵小女子 然後這個小女子會說 我恨她一百分 脫離魔掌之後 我一想到當眾性侵 會很痛苦 我現在對異性沒有反應 但是我好像有性隆感 可是就在我有性隆感 我還是一樣 我會被強暴 對不對 這個美國 出了這個電影 那部電影是一個女生 她自己認為她的 生理性別是女性 她其實應該是男生 然後後來她跟女生交往 然後被發現之後 被那個 被哥兒們發現之後呢 就 幫她家裡強暴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管理的 管理是認為 社會性別是什麼 只要你生理女性 你基本上都有這種可能 對不對 但是這個事件 我覺得 給她一個讚 也給這小弟弟一個讚 被她這樣子欺負 我覺得還是 為她同情之類 然後這個社會新聞 2011年 哇 非常犀利 情變發飆 橫果劈腿的學長 學長就趕在當眾道歉 對不起 對不起你 所以給這些小女生 一個大大的讚 不錯不錯 還有這個 這個女生是會發威的 這個新聞不曉得各位知不知道 知道嗎 當時知道這個社會新聞嗎 2008年 哇 這個蘋果日報多厲害 沒看到事實 她也可以給你畫出來 而且就長得很像當事人 然後就是啊 她要搶吻她 夜歸啊 席胸啊 這樣啊 誰知道這個女生呢 就一時之間 腎上激素 分泌 然後就 把她的舌頭就給她硬生生的 咬斷了 不想看就要把你的眼 記得我們先說嗎 把你的手這樣遮起來 想看就打開來 不想看給她遮起來 這樣就搞定了 然後 這個 嗯嗯嗯嗯 呀啊啊 就是她 有沒有畫的像 蘋果不錯吧 非常的求證 實事求是 然後她呢 怎麼被抓的 然後這個就 找不到她啊 跑啦不知道跑哪去了 可是警察想說 哇天啊都被咬下這一塊 一定會去求醫吧 回去附近的醫院 果然就逮到她了 唉 真是 這個世界不錯 給這位女生 一位讚 一個讚 兩個讚